上个单元我们讨论到台湾人才不断的向中国移动 恐怕造成了人才掏空的严重后果 但是在台湾就业环境艰困的情况下 如何寻求一条生路呢 创业或许也是一个选项 但创业又谈何容易 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三个不同业别的个案 来看他们是如何以原创精神 制造出百分百台湾精品 并且利用世界平台的战略 也让商品成功的进军中国市场 摇晃的橘色一体闪耀着金色光芒 附近马达高频的运作声正驱动着滚珠螺杆进行成品制作 这一台是目前全世界技术最高端的光固化3D打印机 它从发响到成型 全有两个台湾工程师蔡佳颖王辉煮亲手打造 有别于传统喷枪式的3D打印 光固化的设计概念截然不同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可以省去金工业打样斑模的流程与成本 只要确定样本之后就可以在机台直接进行量产 应用的产业包括珠宝 手机 牙衣 建筑 文创 不生美举 以前如果是用一般的模型的话 可能一做要嘛就是十几二十天 那费用可能就是几千上万 那这个只要有土壤画得好 那可能一个早上就结束了 那你自己的成本就是机器成本跟原料成本这样子而已 它大幅度的节省了你中间开发的时间跟成本 光固化打印机的问世在中国上海与北京的商品展中 立刻得到中国市场的肯定 目前已经有上百家公司下单购买 这位置我们呢比较小 输了看额头 ok 三次哦 好 对 为什么 因为它是3D复刻牌 什么是3D复刻牌 其实就是将3D图描绘在牌背 让人一眼就可以看穿牌面的老千复刻牌 将这种只会在《赌神》电影里看到的道具 设计出来应用的是他 台湾的文创设计师林厚敬 所以这个倒数也叫他 为表示个型男 其实心里还是个大男孩 正因为满脑子的童趣 才驱使林厚敬从原本擅长的室内设计 再开出一条文创事业线 他的妻子钱云云也成了公司产品最佳营业员 这一款是黑胶养生器 这款是叫做疯狂猫咪桶 这款是最受欢迎的爱心图案 也是曾经有一个香港客人用来跟他女友 做求婚的一个小小的桥段 明朗满目的商品堆了整桌 商品的介绍活像电视购物 但正因为这些商品是如此的兴起有趣 当他们一进驻到中国游客爱趣的 24小时书店社会之后 马上就得到中国资方的招手 目前正在洽谈进军中国的事宜 镜头里正在一针一针做编制包的 是今年28岁的大男生曾子余 因为从小看着妈妈对名牌手工包的热爱 养成了她对手工包的品味与热情 一开始只是自己在家试作 但没想到却得到大家的好评 做出信心来的她干脆进阶前往欧洲 报名欧洲设计学院 砸下一年两百多万的学费 学做皮包 花这么多钱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这个大男孩想要瞄准的 就是名牌手工包的高端市场 包包贵不贵概念其实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我们到底花了多少的工序在里面 像你如果有听过一些大品牌 像Christine Dior 他们在做一个包包 他们的工序可能到150到300道之间 那一般文创你如果没有内理啦 或图编图一两次啦 像加一加剪一剪的 大概一个包包30到40道工序就结束了 一个高级手工包要150道工序 但这个大男孩说他的包如果含编织 就要将近1000道工序 光是看他坐在工作台前 一阵一阵的编着一个皮包面 就得花上18个小时才能完成 如果不是真的有心 谁也耐不住这个性质 但曼公的确能出细活 这个大男生的手工包 现在被台北一家 深受中国游客喜爱的大饭店向重 必要他进店设柜 拿到这份合约 也等于是拿到进军中国的入场券 三个截然不同的个案 三个截然不同的业别 但共同的交集是 他们都因为突出的创意和优秀的品质 受到中国市场的青睐 对比在贸易协定中受到压缩的台湾代工产业 这些隐藏在台湾各个小工厂 却还能研发出自家品牌的生力军 其实才是台湾未来真正的竞争力 但创业初期去哪里找资金 却曾经都是他们的梦魇 为什么找不到人投资 创投专家点出癥结 因为台湾投资人只想赚快钱 所以只会把钱放在股市房市里 其实这台湾这习惯就是赚的是一个 easy money 比较简单的一些钱 整个一个台湾还是脱离不了代工思维 不愿意去赚一个 比较一个来说 他们愿意赚一个可能短期内 赚个比如说赚个10% 20%的一个获利 可是不愿意赚一个可能投资个10年 8年然后可以赚个两三倍的获利 然后这样转它它变成一朵花 就把它收起来 像这样子 因为大人小孩都可以 那有些女生觉得好像泡泡很漂亮 这个是我们买得很好的 好不容易东西做出来了 市场也打开了 资金到位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 如何在中国这个充满山寨的市场中 找到品牌定位 沿逆经营方式 对他们来说 才是公司生存的关键所探 要比资金 他们不可能比过中国的集资 要比产量 他们也无法赢过中国的富质 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 他们要在中国活下来 就必须要有走在中国之前的思维 谁能在与中国对异的棋局里 下出自胜的四部先手 谁就是能在市场存活的赢家 回到我们一开始介绍的光固化3D打印机 打从一开始研发时 他们就给自己订下一个高门槛 要大幅降低量产成本 一台原本要价百万的打印机机体 到了他们手上硬是变成只要15万 加上能帮买家省下的开模费用 要不受市场欢迎也很难 而且评估到将来真正能获利的 并不是在机台而是在塑形原料 因此在研发的过程中 几个台湾工程师 光是研究一个塑形原料的引发剂 就足足调配了半年才调出独家配方 因为当时他们跟我说 国外的原料化那个单价非常高 那其实单价高的原物料来讲的话 原料来讲的话 对这个机器的普及是有影响的 因为你的东西贵 人家就会不太想要用 那我们既然要它普及的话 你的原料的单价应该是要很亲民的 那我们就想办法让他们的价格 能够更低一点 更低一点的方式就是 我们在台湾自己研发制作 因为你国外进来的话 国外要赚 然后他们的什么关税之类的 这些成本 运费的成本的话 要低也不太可能 所以只有自给自足 会比较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中国目前人口数超过13亿 相较台湾只有2300万人 表面而言 这是一场比例悬殊的战争 但是如果你进一步分析人口层次的分布 你会发现人多不一定有用 中国虽然人多 但真正具有世界竞争指标的人才 全集中在中国沿海城市 人口总级不够数千万 换算成百分比不过百分之13 但相对台湾 长年的人才教育养成 加上开放的资讯与环境 台湾的竞争力 从大学还没毕业的学生 到年届夹指的宗壮年 高达六成以上的人口 都有创意与研发的思维 大军对上精兵 谁胜谁败还很难说 在国外 欧洲他们要找一个工程师 或者是他们要找一个开模的 他们往那边都跑很远 台湾都密集在一起 台湾在创意上的人才 跟发明上的人才也异常的多 我们已经连续太多年得到了 世界发明大奖的第一名 台湾的供应里面非常完整 你要做一个成品 它从最基本的零件到 可能围巾体到硬壳 它都有 所以其实在台湾要做个东西 然后放到全世界去 是很简单的 就是看自己要不要努力而已 商品要有价值 必须打造品牌 但是如果你要进军更大的市场 将自己的品牌垫高 提升能见度 进一步打造商品价值感 在商务中才是高招 也许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故事里的三个个案 在决定进军中国的同时 都采取相同的攻略 其实这个是很传统的一个产业 都是手工的 那我们套到高规格的 那一块的品管的话 我们有保护品质方面是很好的 所以对应到瑞士那个 他们讲求品质跟 跟手工要很精致 而且很低调的一个国家 我认为是可行的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单价 品质已经有了 那单价会比较会定位在 中上的阶层 这个市场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他们会喜欢一些外来的 尤其是欧美 欧美台湾其实都是他们 心目中一个觉得高档次 他们较高端的一个地方 所以先去外国绕一圈 回来再进中国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我们的期望是结合世界的各个小众市场 然后对我们来说变成是一个 整合成一个大的市场 那整个很大的市场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广度 大陆当然他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那但是 要不要直接以那个市场为主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相对保留 我们期望还是先从世界的市场集合起来 然后再进去 跟他们的仿冒品做一个对决 在访问中文创研者林侯敬提到了一个关键制 仿冒 这是一个所有要进军中国的产业 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它的存在起来有字 中国自身的研发能力不够 所以直接买断翻版是原因之一 但最大的主因 其实还是因为市场的利润与供需 所以要防堵山寨反冒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要让自家产品不被山寨击垮 如何抓紧研发的核心技术 避免中国同职对手的买断收购 并且不断创造新的市场规格 让客群与金流爱用追随 在今时今日的中国 才是台湾品牌的王道 反冒品牌竞争利益 原则上就在于说 它有可能可以低价 它有可能可以低价的原因是因为它量度 担心的就是绑帽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的话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的竞争力如果薄弱 人家想绑有它的原因 那我们竞争力 有可能来自于我们的价格上 或者是来自于我们的品牌上 如果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都建立得更稳固 那在进去的时候 它才不会有一个资源上的太大的落差 他们觉得他们以现有的资金 可以快速取得一些高档的技术 比如说他们可以投资买一下果实啊 比如说卫星 卫星啊 半导体 半导体啊 他们就直接用金钱的方式 把这个技术买进来 把自己的技术能够提升 那不管你将来要不要把这个技术卖给别人 但是整个筹码会是在你自己的手上 今天如果说以台湾说 台湾是一个代工的市场 其实已经变得已经非常的 也没有了 脱落也非常的渺小了 因为已经移到对岸去了 那你剩下的就是你的核心技术 那唯有这个核心技术 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贸易协定的浪潮 与中国市场的强势 台湾必须重新为自己找到竞争力 不要过于依赖代工 不要过于倾向房地产 不要只想赚快钱 提升研发抓紧核心技术 才是台湾生存发展的硬道理